今天是我的休假日 那今天呢 我就想說 可以出人來走走 那我就來了台北這邊的摘森椰 想說看看有什麼河丸可以抽 我們一起來看吧 在歷史風格的應該也是很多人的訂番款 這邊真的是天堂 今天在這邊應該會買一些回家 然後再開箱 這裡好可愛 我買了三款 那就回家看看會抽到什麼吧 嗨 又回到熟悉的場景 今天總共有五盒 有三盒是昨天買的 有兩盒呢 是之前朋友送的 總共就是這五盒 我左手邊這三盒呢 是昨天買的 右邊這兩盒呢 是朋友送的 那就一起來看看裡面抽到什麼吧 這一款魚子承說系列呢 我想要抽到 向羽 向羽也蠻帥的 小青之女 這幾個都是我抽到 我覺得很可以的 到底 新手運 歐不歐 一起來猜吧 第一次買中國出的盲盒 還蠻 還蠻有趣的 欸怎麼開 我連開箱都不會 我先來摸摸看 這個好像 應該應該是住櫻台或是梁山博其中一個 因為我摸到上面的他們的帽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要拆開來看 是 注櫻台 欸 可是其實它蠻 蠻大的 跟我的手比起來 它的服裝設計應該有參考金句 那 注櫻台的這個 算是披肩嗎 它的蝴蝶披肩是可以拆掉的 那拆掉之後就長這樣子 就比較像書生型的道袍 那就讓我們看第二支抽到什麼吧 這一盒是HELLO MINI WORLD 裡面呢 一樣有八款 基本款加一個隱藏款 那我最想要的話呢 應該是這個 妮妮很可愛 我剛抽到注櫻台之後 我已經 無欲無求 不奢望自己 能夠抽到妮妮了 不要想太多 好像是牛李獎的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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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還滿可愛的啦 後面還有這個貓尾巴 這一隻呢是HELLO MINI WORLD的琉璃漿 圖造型很可愛 而且還加了這個貓耳 更萌 我上網查了一下這個迷你世界好像是中國那邊的遊戲 但是因為我也不太清楚 有興趣的可以去查查看囉 塗裝我覺得也沒有歪掉 它後面的貓尾巴也很可愛 這個還有綁一個小鈴鐺 再來就是第三款城市美食系列 裡面呢大概揚州炒飯我覺得蠻可愛的 雲南過橋米線也不錯 東北餃子也可以 剛剛那兩盒呢都沒有抽到我想要的 就看我會抽到誰吧 來看看 我先來感受一下 這個 大概都不是我想要的那幾個 直接開吧 你們先看 有嗎 是什麼 欸 等一下 是我想要的那個耶 哇 哇 我終於有一個是自己想要的了啦 今天辛苦工作了一整天 這個大概是最好的安慰了吧 其實我沒吃過雲南米線 這樣配在一起蠻可愛的 蠻開心的啦 有抽到喜歡的 城市美食盲盒 很喜歡這種有民族感的公仔 很喜歡這種有民族感的公仔 下擺的漸層也很好看 手勢啊 裡面的銀飾 還有一點微微的小腮紅 再來是這一盒寶可夢的 是朋友送我的十丸 裡面是有糖果的那一種 來看看是什麼吧 是水 蠻可愛的耶 看起來很療癒 是六尾耶 而且還蠻細緻的 好可愛喔 這個很可以耶 超可愛的 很讓我意外耶 它裡面很精緻 它是營造出秋天的感覺 六尾糖醬子 超療癒的 再來開最後一盒 Snooby的 裡面這個 冬天的很可愛耶 我想要抽到冬天的 等一下拆完 收拾完 應該就可以洗洗睡了 明天還要上班 不知道大家休假的時候都在做什麼呢 等一下 欸 是我剛剛要的冬天耶 很可愛耶 剛剛拿出來的時候沒有認真看 很可愛 我等一下再一起組裝 看著Snooby的這個雪景 好想去日本喔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那今天的開箱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啦 明天要上班的一起加油吧 假的 我記得進去看看 開箱 那邊 開箱 還有